美国软件大亨约翰·麦克菲的遗孀6月25日指责美国当局 称麦克菲在西班牙监狱等待引渡到美国时死亡 并且表示他不是自杀 麦克菲遗孀贾尼斯表示 他希望对他丈夫的死亡情况进行彻底调查 警方称他丈夫于6月23日在巴塞罗那的监狱中死亡 早期调查显示显然是自杀 他曾经被逃亡的死亡 我们说的选择选择逮捕他 到美国内补养 这一切都没有优伤到我们 我们准备了这种状态 我们已经有签了解决策筹在当局提出 我责了美国内补养的事件 因为这些判断的政治远向他 我现在是死亡的 贾尼斯在巴萨罗那地区的布莱恩监狱外表示 她的丈夫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被关押在那里 而且他们计划对西班牙高等法院授权以逃税指控 将她引渡到美国的裁决提出上诉 根据此前的报道 麦克菲将被正式引渡回美国 面临联邦税收有关的指控 这些指控可能会使她在监狱中度过30年 周三 在她去世的消息公布前几个小时 法院公布了这一裁决 麦克菲的律师表示 家人们正在等待官方尸检结果 但是她会按照麦克菲家人的指示 要求进行第二次独立尸检 她说一旦对死亡的调查结束 家人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根据了解 约翰·麦克菲是英译美国人 著名的计算机程序员和商人 他于1987年创立杀毒软件公司 并于1994年离开公司 后来这家公司被英特尔收购